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成学人为大家提供的快速文拽Spark系列之Spark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Spark运行模式介绍,Spark极权安装,Spark程序执行流程和Spark相关名词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学习的呢是Spark的集群安装 那么之前呢给大家已经讲解过如何下载Spark的当前的一个软件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对当前Spark呢再部署到我们的集群当前了 那首先呢第一个打开我们对集群的一个连接方式 我们在这里啊采用的是Phinocel这种连接方式啊 那这个Phinocel呢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以后呢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对工作的一个连接呢也非常比较好用 所以在这里啊比较推荐大家使用Phinocel 除此之外呢在这里我使用的是四台节点 那么在这里啊这个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增删自己的节点 除此之外如果各位不会搭集群的话 那推荐各位呢观看我们当前出的Hadoop和Linux视频 里边呢会有讲解如何搭带集群 那么在这里我们的集群呢默认是已经做好了同步时间 缅密登陆防火墙关闭和安装了JDK1.8 所以接下来呢在这里我对当前Spark的软件进行安装 首先先打开我四个节点 然后将我的Spark软件啊上传到我Note的01节点下面 所以怎么办呢按住鼠标左键拖到当前下面的位置松手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上传当前Spark软件到我当前的一个节点当中 上传完毕之后如何检测呢我们输入命令LS一下 那此时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啊 当前我们Spark2.2的这个安装包呢已经上传到当前我的一个节点位置了 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个命令将当前软件进行解压 解压到我当前自己的安装目录下杠大C指定目录 我的目录是OPT下software回车 此时只要等待解压完即可 OK解压完成 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到当前目录下看是否解压成功 啊经过查看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啊 当前Spark这个安装目录呢已经被我解压到当前路径下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对Spark当前的一些数据呢进行一些配置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Spark当中的一些常见的目录 进入入境下LS查看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bin啊 data呀 jar啊包括passion啊 sbin啊 er啊 r啊包括一个sample啊当前的一些案例啊 还有我们的最常用的一个配置目录叫做conf 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进入到conf目录下 那么经过查看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啊有一个叫做sparkenv.sh的tml的模板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模板当中呢对当前spark集群的进行配置 所以呢我们需要将当前文件呢修改一个名字去掉后边的模板名 所以接下来我们操作命令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圈 此时再次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前文件已经被我们修改过了啊 已经被我们修改过了修改完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文件进行内部文件配置 我们通过vi命令呢可以进入到当前文件当前的一个编辑 那接下来呢在下面呢我们对当前文件进行一个操作 将光标呢移到当前文件的末尾啊移到末尾 然后我们欧新开一行先输入一个命令啊叫做import espurt 然后我们需要引入的是java的安装路径 那么这个安装路径呢要根据各位在自己节点上java的安装路径 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找 那为了方便我获取路径呢我再看一下我的一节点 再看一个我的一节点啊 好了那么我这个5呢已经进入到我当前那个一节点了 然后在这里我找到我当前的 jdk安装路径 然后cd到我们当前那个jdk8路径下 然后此时呢在里我们输入pwd 可以获取到当前jdk所在的这个路径 我们把当前那个路径呢通过复制啊复制一下 选中当前路径我们复制 然后回到我们原先配置的这个node节点01上啊 将当前我们所配置那个复制的路径呢粘贴在这里 ok 那么第一条我们就配置完了 那配置完这条之后呢我们再加一条 也是 importer 然后我们导入一个spark 然后-master -ip 也就是说我们指定一下当前的主节点是谁啊主节点是谁 那在这里啊如果大家已经配过当前啊我们节点下的这个 host文件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只需当前输入节点名称即可啊 如果各位没有配过那个host的文件呢那在这里我们只只需输入ipd即可 这里呢我host的文件已经配置过了所以我直接输入node01即可啊node01即可 然后这条配置完之后呢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再配置一个当前spark的内部通信端口号 所以接下来 也是导入啊 然后spark -master - 然后我们输入port 然后 内部通信端口号呢是7077 这个是也是主节点的端口号 所以这三项呢是我们当前集训要配置的点 配置完成之后呢在这里我们输入先输入esc 然后接下来 save的加冒号 输入wq保存并退出 那么当前文件呢就被我们修改完了 然后修改完成之后呢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修改一个文件 因为我们搭的是集群 所以在这里啊我们指定了当前node01呢为当前主节点 那么剩余节点呢就是234 就是我们当前的重节点 所以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要将这个save这个文件呢也进修改 所以首先呢我们先将后面的这个tml的给去掉 所以在这里mv一下 save的tml 然后直接save啊 将后面的文件去掉不需要给文件名即可啊 然后回车 只是ls查看一下发现当前文件呢已经被修改了 没有在tml了对吧 然后我们清下屏啊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对当前文件经编辑vi save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把光标挪到最后 这里呢他呢给你搭建了一个伪分布式的方式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不指定节点的情况之下 默认本机这不是localhost的吗 就是当前节点 那在这里呢我们将这句话删除 然后输入呢我们自己的这几个节点名即可啊 在这里有说一下 还是如果你配置了当前host里面的映射文件 那么在这里直接输入你当前机器名即可 如果你没有配置这个文件 那么你需要输入从节点的IP号 因为我配置了所以在里我输入节点名即可 也就是我的node02和node03 还有node04 好输入完成之后呢在里保存并退出 那接下来退出完成之后呢 那这里我们呢来做另外一个配置啊 呃这两个做完之后 其实我们spark的基本配置已经完成 剩下的呢就是将当前配置好的这个spark文件呢 分发到node02 node03 node04节点上 那接下来呢我们退到当前spark的目录下 比如说cd点点回到上一层 那当前pwd以下我们可以发现啊 当前我们并没有回到software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cd点点 ok此时我们的路径已经回到了software这个位置啊 然后ls一下可以查看我们当前spark呢 是安装在这个节点之下的 然后接下来呢在里我们执行一个命令啊 执行一个命令 将当前那个文件呢 分发出去啊 将当前文件分发出去 比如说在里接下来呢 我们执行这样一个命令 scp -r 也就地归的意思啊 当前路径下的spark 分发到当前root 是我当前的啊 用户名 啊 at 符号 后面跟我们要访问的那个节点 也是node02 然后 冒号 $ pwd 代表当前路径 那也就说我这句分发的意思是将当前那个目录 分发到对应的node02下的 p这个software下 cd opt software 我会将当前我的spark呢 分装到这个目录下啊 分装到这个目录下 然后接下来回到我们node01下进行分发 等待一下啊 这个稍稍有点长时间的分发完 ok 分发安成 那此时再回到node02下 这个位置我们ls一下发现 哎我的spark就已经分发过来了啊 这就是分发 接下来我们将2334节点呢 也进行分发 那重复我们之前的命令 把2呢修改成3分发 然后接下来呢 差点我们再输入一个命令 将发到4的一个位置啊 发到4的一个位置 分发 好了ok 那么我们已经将当前 我们的spark呢 分发到2334节点下了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二节点呢 刚才已经看过了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查看一下三节点下 是否有 cd一下 opt一下 software ls一下 发现哎 我当前的spark也是在这个位置的 然后在四节点也一样 cd一下 opt一下 software 然后ls一下 发现我当前那个节点呢 也是存在的 然后分发完成之后啊 我们这几个21234都有了对吧 然后回到node01节点下 因为01呢是我们的主master 我们以后每次启动当前spark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框架的时候呢 都需要在01节点下完成 所以现在呢在这里我们配置完成之后启动spark集群 所以cd一下 呃我们进入到spark目录下 然后在spark目录下咱们找谁呢 记录 如果想使用集群的话 我们需要记录到sb目录下啊sb目录下 所以在这里我们cd sb 回车 ls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命令 同意们看到 包括什么spark conf啊 包括spark start all啊 包括start master啊 包括这个stop all啊等等 那在这里我们想启动当前spark集群下怎么办呢 我们输入 dr 席盖啊 代表当前路径下 输入start all sh 启动集群 OK 经过上面这些输出之后的一些信息之外呢 那在里我们如何来检测自己的集群启动成功呢 在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命令叫做gps 回车 那在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进程号 叫做master 就证明当前01节点上的master已经启动了 然后在02节点上呢 我们也输入gps 发现啊 我们这里有worker证明主重节点已经有了 03节点也要cd 一下啊 然后gps一下 然后你发现哎这个是不是也启动worker了对吧 04节点也要gps 我们也可以发现 worker节点一起启动啊 那此时我们当前spark这个集群已经配处完整了 配处完整之后 我们不仅能检测到当前后台已经启动的当年集群当中的角色 除此之外 spark是有ui界面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打开自己的 浏览器 然后在浏览器当中呢 输入一个地址 这个季度啊 这个地址呢 是你当前呢 你spark节点所在地址 也就是说 你输入的这个地址呢 是你当前 node01的IP地址 端口号啊 IP地址号 IP地址号啊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呢 这个windows 下呢 是有一个host 文件的 其实跟 linux 下是一样的啊 那在这里呢 这个我呢 是将host 文件呢 已经映射到了当前我的一个IP地址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我直接输入我当前的 node01名字 他就可以帮我解析 如果这个输入node01解析不了的话 那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输入IP地址即可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有两种输入方式 第一种也就是输入我的IP地址 192.168.223.11 HR啊 在这里啊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直接访问到我当前的这个 node01上的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给其端口号 因为我们要访问的是 spark的ui界面 所以记住除了输入当前IP地址之外 我们要在后边写上 冒号8080 回车 此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界面同学们 就是我们当前spark webui界面 而且此时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配置文件当中的7077呢 也可以在这里出现 所以这就是当前spark整个集群的配置方式 OK 那么我们就到这里 就说不过 我们下一个模仿里 这里不接受了 相应该是这么重的